最後 姊姊是最聽話的病人 生命的鬥士 雖然一年多來冗長的治療過程 曾經讓她很疲憊 但是直到最後一刻 姊姊依然用眼神與眼淚問我 為什麼沒有機會 用血壓與眼淚謝謝媽媽與大姐 說謝謝你們 她知道了 她也不會怕 兩度用極速標高的血壓與心跳告訴姊夫 說我也很愛你 對不起 留下這個家庭與失業的狀態 讓你一個人承受 真的對不起 姊姊姊謝謝你到最後一刻 還用使命教導我們 什麼才是真愛 請你放心 我跟姊夫一定會抗擊這世上的責任 請你放心在天國跟我們重逢 一彈一書 三章十八節 小子本來 我們相愛你 不要只是在夜裡還小路上 總要在行為安全時上 對我來說 我感覺像是真愛的 謝謝 對我來說 我得到處女孩 我跟她的下山 其實就是 受到處女孩 我被寐去 和她心想 有一段時間 都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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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